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兰花 我这个兰花现在长得非常的壮 非常的多苗 那么我这个兰花平时我是怎么养护人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些小技巧 很多话有的会看一些资料 平时用什么黄豆水啊 桃米水啊 它这个效果呢 也不知道它好到哪里去 但是我的方法确实不一样 一般我用的就是这个养粪 这个养粪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小克力状的 像我这个兰花 我就是在三个月左右 就给它放上四五粒这个养粪 因为这个养粪呢 它这个养粪比较充足 或者比较温和 不容易产生这个兰花烂根 但是用量一定要少 不要过多 过多的话 反而对这个兰花生长不利 用了这个养粪之后呢 吉他肥一般我都不会用了 就是平时给它浇一下水 放到一个适合它的环境生长 现在也长得是非常的旺盛 准备也要给它分盆分猪了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养粪和兰花的一些小技巧 觉得有用 点个赞 这 discussing这种赞的新 就是这么个赞 这个这种赞